白色的廢棄符球 在孩子的手中 变成一个个哆啦A梦 每个哆啦A梦表情都不同 趣味十足 我画这个很开心 哆啦A梦又很可爱 也可以帮社区的装饰 是我第一次画 我觉得哆啦A梦永远的 超开心很可爱 哆啦A梦就是大家共同创作的 就是把哆啦A梦表现得很可爱 我觉得她的眼睛很有造型 因为她是爱心的 然后觉得她很可爱 五年以半的同学 全程参与这一项 由和平岛爱乡文化协会 所推动的社区营造 这一堂课 让孩子爱上居住的社区 很高兴 我们和平国小的小朋友 五年以半 然后跟我们和平岛的爱乡协会 妈妈这边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这个学校跟社区的合作 那我们希望说 把这个造型做出来之后 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爱乡协会社区这边 也可以放在学校这边 当作是一个闲置空间的一个造型艺术 透过我们协会这边的一些想法 让我们达到淨摊 达到环保的功能 二方面也可以结合我们艺术人文的课程 把这两项的一个价值 意义把它呈现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长期推动社区营造的 和平岛爱乡文化协会 首度进入学校 邀请孩子一起为社区点缀装饰 关怀据点已经挂满不同的海洋生物造型符球 这一次加入哆啦A梦胜利军 要让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和平国小的小朋友帮我们画了小叮当 那这个是我们进汤 那个捡回来的符球 我们爱乡做了好多年的 大小符球的造型不一样 那我们今年的是跟学校合作的是 用小叮当的造型 那造型我们设计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煤化 尤其这个车站就是我们和平公园站 和平公园站都很多人外客了一下来 就看到我们有访问的那些的 期老款团的故事 还有怎么样 我们要用这个符球 学生画的符球把它吊在这边 就给人家知道有什么样海洋味道 你来和平岛我们这个是岛 所以里面有故事 把它美化成这些的艺术品 所以大家印象一定会很深刻 赋予符球新生命 在孩子与社区婆婆妈妈的创作下 让人看见一个超满活力的新亮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